運動員的職業生涯充滿挑戰 賽場上獲獎勿數達到巔峰 退役之後的路該怎麼走 很多人都會選擇當教練或是老師 但其實有更多選擇 就像曾經的職棒拉尼熊投手郭建宏一樣 卸下選手身份之後 他選擇加入體育署新人才的培育計畫 成為科技大廠的工程師 只要是大學畢業曾經入選過國家隊 或是參加過國年六大綜合性的運動會 就符合參加資格 所以在賽場上爭取更好長跡 運動員未來的路就更廣闊 先聘後續保證就業的計畫 那麼讓我們的運動選手 可以斜槓到半導體 我們會有一個培育的機制 那加上針對心理建設的部分 我們也會有一個導視關懷制度 也就是讓運動選手 能夠在這兩年期間 很穩定的很有信心的 那麼去渡過這個技術員的身份 那進而進階到這個工程師的 這麼一個位置 現在企劃主要在南部的各大 半導體產業實行 而未來也規劃將拓展到中部 以及北部 甚至也會有更多的產業選擇 希望都能夠協助運動員們 在退役之後的生涯規劃 更加順遂 我來去台採訪報導 到